JLP1,以高血糖素样态-1,激动剂是一类用于治疗二型糖尿并以及某些情况下肥胖症的药物 它们通过模仿JLP1的作用来发挥作用 JLP1是一种有助于调节血糖水平和食欲的激素 虽然它们像任何药物一样可以有效减肥,但它们可能会带来副作用 JLP1激动剂的一些常见副作用包括恶心和呕吐,这些是最常见的副作用 尤其是在开始用药时 然而,随着身体对药物的适应,它们通常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善 腹泻,有些人可能会出现腹泻,特别是在第一次开始服药时 食欲下降,虽然这可能是减肥的理想效果 但如果管理不当,也可能导致食物摄入量减少 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导致营养不良 低血糖,JLP1激动剂可降低血糖水平,可能导致低血糖、低血糖 当该药物与其他也能降低血糖的糖药并药物联合使用时 这种风险会更高 注射部位反应,JLP1激动剂通常通过注射几药 有些人可能会出现注射部位发红,肿胀或扫痒等反应 一线炎,有报道称使用JLP1激动剂会导致一线炎 一线炎症,但风险似乎相对较低 甲状腺肿瘤,对镍齿动物的研究表明 某些JLP1激动剂会增加患甲状腺肿瘤的风险 尽管这一点在人类中尚未得到最终证实 对于服用JLP1激动剂的个人来说 了解这些潜在的副作用并与医疗保健提供者讨论任何问题非常重要 在某些情况下 药物在控制血糖和减肥方面的益处可能超过副作用的风险 JLP1,以高血糖素样态-1 激动剂是一类用于治疗二型糖尿并以及某些情况下肥胖症的药物 它们通过模仿JLP1的作用来发挥作用 JLP1是一种有助于调节血糖水平和食欲的激素 虽然它们像任何药物一样可以有效减肥 但它们可能会带来副作用 JLP1激动剂的一些常见副作用包括 恶心和呕吐这些是最常见的副作用 尤其是在开始用药时 然而随着身体对药物的适应 它们通常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善 腹泻 有些人可能会出现腹泻 特别是在第一次开始服药时 食欲下降 虽然这可能是减肥的理想效果 但如果管理不当 也可能导致食物摄入量减少 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导致营养不良 低血糖 JLP1激动剂可降低血糖水平 可能导致低血糖 低血糖 当该药物与其他也能降低血糖的糖药并药物联合使用时 这种风险会更高 注射部位反应 JLP1激动剂通常通过注射几药 有些人可能会出现注射部位发红 肿胀或扫痒等反应 一线炎 有报道称使用JLP1激动剂会导致一线炎 一线炎症 但风险似乎相对较低 甲状腺肿瘤 对镍齿动物的研究表明 某些JLP1激动剂会增加患甲状腺肿瘤的风险 尽管这一点在人类中尚未得到最终证实 对于服用JLP1激动剂的个人来说 了解这些潜在的副作用并与医疗保健提供者讨论任何问题非常重要 在某些情况下 药物在控制血糖和减肥方面的益处可能超过副作用的风险 JLP1 以高血糖素样态-1激动剂是一类用于治疗二型糖尿病以及某些情况下肥胖症的药物 它们通过模仿JLP1的作用来发挥作用 JLP1是一种有助于调节血糖水平和食欲的激素 虽然它们像任何药物一样可以有效减肥 但它们可能会带来副作用 JLP1激动剂的一些常见副作用包括 恶心和呕吐 这些是最常见的副作用 尤其是在开始用药时 然而 随着身体对药物的适应 它们通常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善 腹泻 有些人可能会出现腹泻 特别是在第一次开始服药时 食欲下降 虽然这可能是减肥的理想效果 但如果管理不当 也可能导致食物摄入量减少 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导致营养不良 低血糖 JLP1激动剂可降低血糖水平 可能导致低血糖 低血糖 当该药物与其他也能降低血糖的糖药 并药物联合使用时 这种风险会更高 注射部位反应 JLP1激动剂通常通过注射几药 有些人可能会出现注射部位发红 肿胀或扫痒等反应 一线炎 有报道称使用JLP1激动剂会导致一线炎 一线炎症 但风险似乎相对较低 甲状腺肿瘤 对镊齿动物的研究表明 某些JLP1激动剂会增加患甲状腺肿瘤的风险 尽管这一点在人类中尚未得到最终证实 对于服用JLP1激动剂的个人来说 了解这些潜在的副作用 并与医疗保健提供者讨论任何问题非常重要 在某些情况下 药物在控制血糖和减肥方面的益处可能超过副作用的风险